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碧青姐姐,王府里的小丫鬟看到我,赶紧弯腰行李。 我提着石河,脚步步匆匆从他们身边经过。 不过和咱们一样都是丫鬟,傲气什么? 我本不应该听到,可天生耳尖,听得清清楚楚。 人家可是世子身边唯一的通房,将来再差也是个妾,府里半个主子,自然傲气。 另一个小丫鬟语气里的酸气冲天,我在心里笑了笑,妾。 我说过我天生耳尖,那日我去王妃院内送玉佩,隔墙听到世子对王妃说, 碧青不过买来的丫鬟,连家生子都是,身份卑贱,不配为妾。 等来日世子妃进门,还劳烦母亲将人送到城郊的庄子里,免得世子妃看了心烦。 听到这话,我半点不曾伤心。 我只等事情办妥,带着这些年攒下的银两,离开王府。 今夜,世子又让我留在卧房。 完事之后,我不得片刻停歇,拖着疲倦的身体,下床伺候他换衣。 等他入睡后,我才能在脚踏边缩着身体浅睡一会。 因时二课刚过,府里上下已经忙碌起来。 因为昨夜直寝,带卯时送走世子,我就可以回屋休息。 刚进屋,世子的奶嬷嬷带着两个膏状的粗食婆子进屋。 碧青姑娘,你是知道规矩的。 嬷嬷手里端着一碗黑色的药汤,那熟悉的味道让我急于呕吐。 我最不喜欢吃药,有关一切苦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又想起第一次喝壁子汤。 更何况,昨夜一晚,我喉咙生痛,吞咽困难。 我让嬷嬷放纳,待我缓缓进就喝。 果然是爬了世子床,就张狂起来的见蹄子。 想有机会偷偷留下孩子,成这府上的半个主子, 也不瞧瞧自己配不配。 和我耍心眼,我呸。 府里这么多年,老奴见惯了你这种浪货。 他让粗食婆子按住我,我奋力挣扎,双嘴紧闭。 我不敢张嘴,怕他们将我呛死。 小时候我曾落水,那种嘴里鼻子里充斥着水的窒息感, 不想再有第二次。 粗壮的婆子按住我,我奋力挣扎, 可瘦弱的身体加上昨晚之事,使不上半点力。 他们扒开我的嘴里罐。 我来不及吞咽,呛得咳个不停,他们却依旧不停手。 鼻腔口腔全都是药汤,窒息的感觉将我包围。 我疯了一样的挣扎,求生的渴望竟然让我推开了两个婆子。 我蹭地坐起来,咳到撕心裂肺。 好啊,还敢挣扎。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按住他,来人,给我去熬十份壁子汤灌进去。 我不想再让人灌药,哭着求嬷嬷,我知道错了,我喝我这就自己喝。 自己喝,嬷嬷发狠瞪着我,谁知道你个贱骨头又会耍什么招。 我挣扎着往外跑,柿子救我,柿子救我。 堵了他的嘴,嬷嬷立马让人把我的嘴捂住。 啪啪,两个巨响的耳光扇在我脸上,把我打得头晕目眩。 还敢叫柿子,果然是心大了。 嬷嬷死死捏住我的下巴。 果然狐媚巷子,勾引主子,这就禀了王妃,拉出去乱棍打死。 我没有,我没有,我绝望地摇头。 我虽然出身乡野,可家中也有良田百母,父亲母亲亦都是知书达理之人。 我也曾读过书,断然不会做出那种事。 若不是家中受灾,万不会来到这里。 要很快端来,奶嬷嬷面目猙獰,上来给我灌药,让你不喝,给我使劲灌。 想给柿子生孩子,也不看自己配不配。 不过外头来的见种,真当爬上柿子的床就值钱了。 让外头伺候的丫头都进来看看,府里没规矩是什么后果。 外面的丫鬟早就听见动静。 这会儿立刻围了上来,都给我看好了,日后收起你们那些小心思,要不然这就是下场。 他们围在我身边,对我指指点点。 恶毒的话语,悉数灌进我的耳朵里。 真是外头来的,没半点规矩。 不知道这狐媚子使了什么招数。 还能使什么招数,整天穿得腰里腰气,我看恨不得把她那两块臭肉都露出来。 谁没有一样? 瞧她那模样,装可怜给谁看? 我想说我不是,我没有勾引狮子。 我没有,可是没人听我说。 甚至我都说不出一句话。 到最后,我不记得那天我被灌了多少药。 我躺冰冷的地面上,被要打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冰凉地贴在我身上。 我好像一句让人抛在荒郊野岭的尸体,无人管无人问。 我想要爬起来,却使不上一点力气。 想哭,眼睛却和干了一样,挤不出半点眼泪。 过了不知道有多久,我才找回点力气,强撑着爬了起来,用凉水简单擦拭身体,躺下。 浑身痛,脸痛,身上痛,生不如死。 我直愣愣地看着房梁,心想要是能死了就好了。 那天晚上,柿子回来,又要召我去侍寝。 奶嬷嬷带着人将我从床上拽起来,粗暴地塞进浴桶。 好好洗洗,别坏了柿子的兴致。 我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桶里任人摆布。 给我笑,一副死了爹的模样。 我是死了爹,如果我爹没死,我也不会来到这里。 脑中闪过家乡的青砖大宅,金黄的麦田,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的美。 奶嬷嬷突然上来扯我的嘴,麻木的疼痛让我回过神。 不过一个伺候人的小贱种,白脸色给谁看? 她气不过,将我嘴角扯得发红。 我知道她没想收手,但又害怕柿子看出来,不敢在我的脸上动手脚。 不过奶嬷嬷的担心是多余的,柿子什么都没问。 甚至连我浑身发烫,她都不曾过问一句。 第二天,不用嬷嬷说,我乖顺地喝了婢子汤。 要再苦,也比不上我现在心里的苦。 刚开了婚的男人没有理智可言,我在正屋的偏殿里住了五天。 奶嬷嬷见柿子对我这么上心,倒也不敢像之前那样张狂。 至少没再对我动手。 五天后,我回到丫鬟房。 被褥让人扔在地上,放东西的箱子被撬开,里面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 我瞪大眼睛,赶紧跑过去,拿起箱子。 翻了一遍,好在母亲留下的香囊还在,我松了一口气。 再一翻找,之前传的碎银子全都没了。 我的银子呢? 我历声质问他们,哪有什么银子,我怎么没看见? 哎,翠竹你看见了吗? 如安姐姐,我也没看见。 这外头来的就是不一样,还会冤枉人呢? 我抱着箱子,气得浑身发颤,几乎站不稳。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存的银子,都没了。 没有银子,我怎么能逃出这里? 我恶狠狠地看着他们,可他们只是笑。 看什么? 翠染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 你算什么东西? 以为爬上柿子的床,就有人能为你撑腰? 做梦?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翠染。 他不是这个样子。 自从入府,他一直耐心教我做事,安慰我。 从来不曾大声说过话。 我把他当成姐姐。 下三滥的贱货,不安分。 你进府那日就应该撕烂你的脸。 我什么知心梯记的话都和他说, 却不知道原来他恨我如此。 我捕着脸,眼眶通红,想要落泪,却强忍着憋了回去。 他们不配我哭,就是一个爬床的贱人。 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羞辱,捡回自己的被褥。 要放在床上,谁让你放的? 如安将我的铺盖抢过来,扔进尿桶里。 不是爬了柿子的床吗? 去柿子的正房里呀。 你去呀,如安和翠竹上来,推散我。 翠染没动手,在一旁看着,他的脸上全都是恨, 还有看到我被欺辱的畅快。 一直干净的尿桶里,天天这次有尿和其他会晤。 他们是故意的,就等着我回来, 当着我的面把被褥塞进尿桶,搓磨我。 那天夜里,我在门口冻得瑟瑟发抖,度过了一夜。 第二日天还未亮,王妃院里来人。 冻了一夜,我有点发热,整个人软绵绵的,几乎站不稳。 进了王妃屋内,太监将我按在地上,跪下。 我不敢抬眼看王妃,这是府里的规矩。 下人不能直视贵人。 王妃好像看不见跪在地上的我,一直在和身边的嬷嬷说话。 太监端来茶水,让我端着举过头顶,一会儿给王妃奉茶。 我伸手要去接茶碟,碧青姑娘,只拿茶碗就好。 茶碗里是滚烫的热水,烫得我想要松手。 可我不敢,我今日敢松手,明日便是一句烂尸。 过了不知道多久,双手双臂发酸,只肩失去知觉,王妃才淡淡开口。 听说你在柿子的房里待了五天,我垂着头,回禀王妃,是柿子。 下见,王妃抬秀将茶碗打在我脸上,还敢攀咬柿子,来人,给我打。 话音刚落,几个太监按住我,连打十几个巴掌。 脸肿起老高,嘴角全都是血。 回到房间,我高烧不起手里紧钻母亲留下的香囊,脸肿得像猪头。 我以为我会死,没想到我还是醒了过来。 浑身撕裂一般的疼痛,我抬手摸了摸脸,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伸手去摸箱子里的药,没了。 再找这个,如安看着我,晃了晃手里的药瓶,想要。 我给你啊。 药瓶摔碎在地上,如安翠竹放肆大笑,还想用药。 呸,你配用吗? 晚上,我痛到睡不着,腹中饥饿难耐。 我回头看向床上熟睡的三人,我想让他们去死。 不知道我命太硬,还是如何,我竟然自己扛了过来。 过了一个月,脸也恢复如初。 母亲留下的香囊被我小心藏好。 我好了没多久,世子又召我侍寝。 嬷嬷在屋外等着,我刚出门,如安突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我瞪大眼睛,看着如安从庄侠里拿出我母亲留下的香囊。 她得意地冲我一笑,又拿起了剪刀。 我什么都顾不得,就要扑过去,把我的香囊拿回来。 给我。 声音尖锐到不像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声音。 赶紧地,别让世子等极了。 嬷嬷轻飘飘一句话,婆子将我连拖带拽地拉了出去。 我挣扎着回头,看到那个我最宝贝的香囊,在如安的剪刀下变得稀碎。 放开我,放开我。 我已经泪流满面,拼命吼叫。 快堵了嘴,让世子听见,像什么话。 只要一放开我,我就尖叫,挣扎。 最后,奶嬷嬷将我堵嘴捆在床上。 听嬷嬷说你不愿意。 世子进屋,掐住我的脸,强迫我抬头看她。 记住,你是我买回来的,我让你生你便能生,我让你死你,绝对活不过今晚。 世子看我的眼神冰冷,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我不过是她一时兴起的玩物,若是烦了,随手一扔。 可我还不能死,也不能离开王府。 我死了,谁来替我报仇? 凭什么他们继续活着,要我去死? 要死也是你们先死。 这几年,碧子汤是我的梦魇。 看到了它,不对,闻到那个味道。 当时的噩梦就一遍一遍在我脑海中上演。 今天依旧一样。 我忍住喉咙里泛起来的恶心,喝得一滴不剩。 两个婆子上来扒我的嘴,看我有没有把药咽下去。 我知道这是奶嬷嬷侮辱我的办法。 喝了那么多碧子汤,早就坏了身子,根本不可能受孕。 嘴上说着是府里的规矩,实则就是为了在我面前耍威风。 她想让我知道,就算这两年世子只有我一个通房,也爬不上天。 不过,她现在也只有这个时候,能成成能。 我推开粗食婆子,冷眼瞧着他们,我喝完了,诸位请回吧。 奶嬷嬷眼神依旧凶狠,我却半点不怕,完全不处地看回去。 这两年,她说不怕我,可心中还是忌惮,毕竟当年和我一个屋的丫鬟如安和翠竹已经没了。 她怀疑是我干的,却又找不到证据。 这两年,府里没的人多了去,得了疾病走了的,犯了大错,被打死的,还有一些不声不响,意外去世的。 多一两个少一两个,引不起什么注意。 可惜了,想到翠竹和如安死去时的惨样,我对着奶嬷嬷突然笑出了声。 真是有些迫不及待啊。 她没想到我会笑,愣了一下。 你笑什么?只是看到嬷嬷想起来了开心的事。 她狐疑地看着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我起身走到奶嬷嬷身边,上下打量她,嬷嬷知道人有几块骨头吗? 她强装镇定,但我知道她害怕了。 我管人身上有几块骨头。 嬷嬷别激动,我只是好奇,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胖人瘦人,这些人身上的骨头是不是一样的。 我一边说,一边继续看她。 小时候我看过图护杀猪,图护看一头死猪什么眼神,我就用什么眼神看她。 妆神弄鬼,嬷嬷冷笑,碧青姑娘还是操心一下自己,带柿子飞进门口,你的日子还能好过。 我好不好过我不知道,但你马上要不好过了,我知道。 不把你们都送走了,我离开的也不安心。 晚上,柿子从国子寺回来,又召我去书房伺候。 这几年,我努力摸清柿子的性子。 可以说,现在府中,没人比我更了解她。 她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甚至只是无意识地看了某处一眼,我就能猜到她的想法。 我知道她喝茶时最喜欢的口感,温度,读什么书,写什么字,要用什么纸墨,床上最爱的姿势和癖好。 她只觉得越用我越顺手,好像处处和她心意,柿子越来越习惯我的存在。 我才不在乎她对我有没有感情。 只要我离开,她觉得不舒服,哪怕是钉点不舒服就够了。 这点不舒服足够我实施计划。 柿子不喜欢话多的人,也不喜欢有人在前头说些府中所事。 以往沿没时,我几乎不主动开口说话。 今晚看见她的表情,我知道今日在国子寺应该发生了什么好事,她心情不错。 既然如此,那我只能让有些人心情不好,衬托一下今夜的氛围。 世子,我前天日听府里人谈起清元祭,说经中人人都看,奴婢能让人带回来一本瞧瞧吗? 我曾说过,我是识字的,府中上下知道我是逃难来的。 建民一个,定不认字,偶然察觉世子喜欢读过书的女子。 为了讨好她,我故意暴露自己识字,又装作是书如命,从她那求了不少书。 其实,我根本不爱看那些典籍,枯燥无味,全是说教。 为了能让她带我不同,尽可能地留住她。 我发了狠,日日背,夜夜背,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果然,她知道后,对我更满意,还特许我进书房看书。 我将书房里的书看了个七七八八后,又问能让小厮出门的时候去书铺带些新的回来。 她倒没阻止,只是说买什么书,一定要问过她的意见。 王府内宅后院最忌讳这些东西,你自己看看便吧。 我当时笑着应下,心中顿时有了计较。 谋举了许久,终于机会来了。 听到清元祭,世子当场变了脸色,拍桌而起。 你是听谁说的此等吟书? 我装作十分震惊的样子,瞪大眼睛,然后扑通跪下,世子息怒,女婢不知道这是,这是那等书。 说,从谁的嘴里听说的? 世子脸色阴沉,逼问我。 我装作害怕的样子,颤颤巍巍道,昨天去王妃院子里,听朱安姐姐说的。 世子勃然大怒,府中本来就忌讳此等事情。 竟然还发生在王妃的院内,当即带人去和王妃说明情况。 起初朱安并不承认自己有这本书。 几个婆子进去将朱安的屋子翻得底朝天,搜出了清元祭。 面对铁证,朱安才变了脸色。 王妃,王妃,我冤枉啊,是有人陷害我,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她看到了人群中的我,疯了一样地冲过来。 是她,就是她。 陷害我,我内心冷笑,这时候还想着攀摇我。 我面露惶恐,微瞪眼睛,摇头,很是无辜说道, 朱,朱安姐姐,你你怎么能如此怀疑我? 我怎么会陷害你? 我只是听到翠然姐姐与你讨论这书,还说什么银子什么的,才。 我适时止住话语,果然引来王妃注意。 银子,好啊,敢在府中干这些够当。 来人,秉明太妃,将翠然带过来。 听是要将翠然带过来,朱安很快镇定下来。 我知道她想什么,她觉得她能与翠然反摇我一口。 若不是做好万全准备,我怎么可能在世子面前提及清缘计? 翠然后头去了太妃身边,在府中人脉颇广,来的时候估计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翠然和朱安自以为隐蔽的对视一眼,我全都看得清楚。 而且我发现,不光我看得清楚,世子也看到了。 我心中冷笑,这可真是老天保佑。 和我预料中的一样,翠然听到质问,神色冷静,缓缓跪下,被挺得很直。 王妃明见,当年碧青刚入府,得了世子宠爱,便在府中猖狂起来。 我见她如此目中无人,教训了她几顿,想来她是记恨在心,今日才来陷害我与朱安。 猖狂,目中无人。 哼,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眼中快速地蓄满泪水,痘大的泪珠磕磕滚落,跪在王妃面前。 世子垂眸好似看了我一眼,但她眼神实在一开得太快,我没有看清楚。 此时也顾不上许多。 我几度哽咽,王妃,奴婢惶恐,奴婢这等出身的下人,能伺候在世子已经是几世在佛前求来的福气,从未做出张狂之事。 我想起来了,我张大嘴巴,恍然大悟一般,是你,是你害我怀疑朱安姐姐,那日你说成礼,清元祭是成礼从府外带来的。 你血口喷人,听到城里的名字,淬然也装不下去了,恶狠狠地看着我,若不是有人拦着,就要冲上来咬我一口。 王府后宅外男是进不来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世子的乃兄,城里。 你胡说,你个贱人,我撕烂你的嘴,淬然发疯,没有半点钢材的稳重。 我根本不理淬然,请王妃明察。 王妃震怒,命人把城里带来。 等城里的时候,我注意到世子紧皱眉头。 着急了?想救你的奶兄? 我心底嘲讽,若不是你纵容她,给她特权,我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和城里一同来的,还有奶嬷嬷,普通遗柜。 豪桑着,求世子给她做主。 城里是她唯一的儿子,她自然心急。 王妃,世子,还请给老奴做主。 城里最是稳妥,怎么能犯这种忌讳的事。 嬷嬷消息好灵通,我故意点出来,王妃世子还未说什么事,您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嬷嬷一愣,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扑通跪下,蓬蓬磕头。 王妃,王妃,老奴就这一个儿子。 老奴错了,老奴错了,求您看在老奴这么多年,为了世子,为了王爷。 堵了嘴,拖一边去,王妃不耐,给我审。 城里不是聪明人,更没骨气,灌了沙子的板子打了不过两下, 她就哭天喊地地说她要招。 王妃,世子,都是翠染做的,我是受她挑拨。 她弟弟在外头染上毒瘾,要赚银。 都是她,都是因为她,城里痛哭流涕,大声斥责翠染。 你胡说,翠染历生喝道,我撕烂你的嘴。 翠染使出全身的力气,太监竟然没拦住,让她冲了过去,两个人扭打起来。 你个剑种,明明是你在外头欠了钱来找我,脆染的长指甲把城里的脸挠了好几道印子。 城里也不是吃素的,扯着脆染的头发。 好一出狗咬狗的大戏,我在一旁跪着。 心里都要乐开了花。 够了,世子突然出声喝翅,茶。 全府上下都给我茶。 查清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啊,使劲茶。 按规矩,从府外带东西进后宅,全部处死。 我看了眼还在挣扎的嬷嬷,冲她笑了一下,有什么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残酷的事情呢? 我还在幸灾乐祸,世子突然叫我的名字,必轻回去。 匆匆拜别王妃,我忽略膝盖的不是快步跟上世子。 夜色已深,她的脚步越来越慢,提着灯笼照路的丫鬟和她拉开一段距离。 烦死了,我心里暗骂,又不是你跪了半天,走路还这么慢,很开心。 世子停下脚步,转头问我。 我心里一抖,不明白她的意思,垂下头,能在世子身边,奴婢就已经很开心了。 在我身边很开心,世子笑了一声,是看到脆染,成里他们小命不保你才开心吧。 该死的,我不知道哪里出现了纰漏,还是世子她太过敏锐。 我把头捶得更低,十分恭敬。 她伸手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与她对视。 记住,你是我的人,有什么事和我说。 暗色的月夜,我有些看不清她的表情。 又一次发现,我可能还是不够了解世子。 此时此刻,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能点点头,事情很快查清楚。 城里勾结翠染,在府中售卖银书,朱安等一众丫鬟是购买者。 涉及人数不少。 世子,世子,奶嬷嬷高声喊叫,从屋外连滚带爬地冲进了世子房间。 世子,李儿错了,她真的错了,您就饶了她这一次。 哟,一夜不见,嬷嬷竟然如此落魄了。 我在心里冷笑,瞧着她生出的满头白发,干枯的脸,我心中畅快了一些,但还不够,这才哪里到哪里。 奶嬷嬷在地上砰砰的磕头,很快鲜血浸满了她的额头。 围了子,奶嬷嬷可是下了死力气。 世子放下手中的东西,看了眼还在磕头的奶嬷嬷,让人把她扶起来。 奶嬷嬷以为有了希望,推开扶着她的人,跪着走到世子面前。 世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把李儿交惯坏了,您饶了她吧,您就饶了她吧。 毕青,我该饶了城里吗? 我正乐呵呵地看好戏,突然听到世子叫我,顿时冷汗浸湿了后背。 从昨晚开始,世子就不正常。 不过让我给城里说话,绝对不可能。 奴婢只是个下人,不懂什么别人。 只知道下人就要做好下人的事,要懂规矩。 你这个贱人,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奶嬷嬷一听极了,风魔一样冲过来,将我撞倒在地,打我。 我不仅没还手,还在别人看不见的角度,继续小声刺激她。 你儿子要死了,我打死个箭种,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 她眼神凶狠,我知道这会儿她是真的想弄死我,但是没机会了。 这可是在世子的房间里。 果然,世子大怒,让人把奶嬷嬷拖走,把嬷嬷送回去,等事情有了结果,再让嬷嬷出来。 嬷嬷满脸泪痕,指甲死死地抠住地面。 不走,声音凄惨。 世子,您这是要我的命,我就李儿一个儿子啊。 我也站起来,虽然混乱中,挨了两下,但无所谓,我也趁机还了回去。 嬷嬷不用担心,府中上下都会将您伺候好的,您平日里最重规矩,这等不听话,不重规矩的儿子不要也罢。 我简单的话,将嬷嬷弃了个扬导。 贱人,就是你干的,贱人,他大声辱骂我。 我这真是冤枉,什么都是我干的,我有那么大的本事吗? 够了,世子彻底怒了,拖走。 房间里安静下来,你们都出去。 我刚抬脚也要走,世子叫住我,毕青你在这。 心里有点烦躁,世子最近到底想干什么? 他走过来,低头俯视我,身高很具压迫。 为什么他们都说是你干的? 世子是认为女币有这种本事,我心中痴笑,是他们做得不干净,让我发现。 身处厚宅,孤身一人,怎么能有机会去联络外头,竟然怀疑我。 若是心疼想饶了他们,就直说,我是绝不会当那个地化人。 所有人都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 世子听了我这话,再没说什么。 很快事情查清楚,城里,翠染,朱安等人被乱棍打死。 王妃吩咐所有下人去看着,看看这种下场,以后谁还敢。 打的时候没堵嘴,城里哭天喊地,还以为能有人来救他。 翠染倒是一声不吭,还挺有骨气,我心道。 没过多久,城里的声音越来越弱,渐渐没了声息。 哎呀,真是不惊打。 往世子院子走的时候,花房里的丫鬟韶药和我走得近些。 多谢碧青姑娘,今日我也算是大仇得报。 要谢就要谢你自己吧。 城里抢破韶药,终究报应还是回到了她的身上。 回到世子院落,世子还未回来,我脚步一顿。 去了关着奶嬷嬷的房间,她瘫坐在地上,面色枯稿,像是野块不行的样子。 怎么伺候嬷嬷的,还不赶紧扶起来。 她抬起头看我,看到我得意的神色,就知道她儿子城里没了。 就是你,我知道就是你害我儿,我让你不得好死,奶嬷嬷朝我冲过来。 我闪躲一下,她就摔在了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这几日,她吃不下喝不下,早就空了身体,拿什么和我斗。 嬷嬷别急,很快你就能和自己的儿子团聚了。 您这些年手脚不干净,柿子知道吗? 嬷嬷瞪大眼睛。 没关系,柿子不知道,也会有人让她知道的。 还没等我做什么,奶嬷嬷这些年干的事情就被捅到了王妃眼前。 这些年,他们母子二人如此张狂,得罪的人还能少吗? 强导众人推,根本不用我做什么。 柿子是我奶大的,怎么也算我半个儿子,我学着奶嬷嬷的口气,将这话说给王妃听。 半个儿子? 她一个奴才还妄想爬到主子头上,王妃气道手抖,给我打。 听着外头棍子发出的沉闷声音,我心里却越急了。 要怪就怪你们,平时做事不留后路,我可什么都没干。 这是可能真的将王妃气狠了,那嬷嬷都没了人形,王妃还让继续打,最后成了一滩烂肉。 让我心里解气不少,自作孽不可活。 事情过去,日子倒是平静了不少。 这日,宫里突然来人,给世子赐婚。 丞相家的女儿,十分相配。 王妃很快张罗起宴会,想要借机邀请未来的世子妃进府玩一玩。 全府上下都忙碌起来,世子屋里的我倒是躲了个清闲。 世子妃就要进门,我看那碧青要完蛋了。 也不一定,万一世子妃大度留下她呢。 怎么可能,京城谁不知道咱们家世子就这一位通房。 那次王妃去康王府上,我还听那些贵女说过此事,都说这等狐媚留不得,一进门就要收拾干净。 我静静听着,心中不以为意。 两位妹妹忙着呢,我突然出声,把她俩吓了一跳。 哎呀,青天白日,又没有鬼,你俩怎么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背后说我坏话了,我故意道,把她俩吓得都快跌坐在地上。 看她俩这副样子,我心中冷笑,就这点胆量还敢背后议论人。 最近我心情好,也没和他们计较。 宴会那天很快到了,我如往常一样在世子院内忙活。 突然来人,王妃叫我过去。 我知道这是世子妃想要见见我。 我跟着人去了花园。 今日不光世子妃来了,京城一众有头有脸的贵女都在。 哎哟,可真是狐狸精,瞧瞧她长的那副样子。 姐姐,你可得小心,这种人不能留。 耳朵太好了没办法,他们窃窃私语的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到时候我就跑路了,轻点了一下我的银子。 这些年攒的还是不少,毕竟府上最不缺的就是银钱。 世子大婚荡日,王妃的人突然闯进我的房间,抓着我要带我走。 我知道这是王妃旅行和世子的约定,大婚之时,就将我送到郊外的庄子里。 我向征兴地挣扎了一下,然后迫不及待递上了后门的马车。 出了城门,我整颗心怦怦地跳,掀开车帘,看到乡野一望无际的麦田,我止不住地热泪盈眶。 这么多年,我总算出来了。 进了庄子,庄子嬷嬷对我并不客气,显然是知道我的情况。 碧青姑娘到了,这就别想着回府,老老实实干活。 我低眉顺眼地应了一声,她瞧我还算懂规矩,没再多说什么。 等到天色一暗,我换上男装。 摸了下藏在衣物里的卖身器和银两,当机立断从窗口翻出去。 我在乡野长大,又和弟弟逃难许久,对野外再熟悉不过。 我趁着夜色快速赶路,等到天刚亮,就躲进了山里。 这时候,我还不知道,狮子已经将王府闹了个翻天。 到了晚上,我下山继续赶路,却远远看到一群打着火把骑着马的人。 我连忙躲进了路边。 一天一夜她一个弱女子,真能跑那么远。 她可不是府里的女人,在乡野长大,角力应该是不错。 哎,昨夜什么情况,你听说了吗? 怎么没听说,狮子听到碧青姑娘不见了,都没给狮子飞先盖头。 何止啊,你没看到昨晚的样子,双目赤红犹如风魔。 狮子可真是痴情。 听到这些,一时间给我耿住了,狮子她怕不是脑子有毛病吧。 为了我发疯,不给狮子飞掀盖头。 这是干什么? 自己发疯,还连累狮子飞。 我不知道狮子飞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摊上狮子这个脑子不正常地算她倒霉。 算了,你们王府的事情与我何干? 幸好将卖身器搞了出来,要不然还真跑不远。 碧青姑娘也是奇怪,她为什么要跑? 想不通,狮子对她如此看重,将来想不尽地荣华富贵。 我倒是担心碧青姑娘没跑,是。 那这可要命了,狮子还不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假死顿走我倒也想过,可是卖身器一丢,什么都暴露了。 狮子肯定知道我是跑了。 管她猜不猜得到,我继续夜晚偷偷赶路,白天休息。 一个月没洗澡,又在野外,很快和街边的乞丐也差不多。 到这时候,我白天也能趁机赶路,谁愿意去看路边的乞丐。 南下江南,最快的方式是坐船。 我提前到码头看了眼,码头一改以往懒散的风格,研查每一位乘船的行人。 哼,真是好笑,这样就能难倒我吗? 大不了不坐船,路也不是没走过。 就这么躲躲藏藏风餐露宿,走了将近四个月,我才到了南边一个小城里落脚。 我谎称自己是死了丈夫的寡妇,婆家要将我卖给一个酗酒的瘸老头,这才逃了出来。 我开了家小餐馆,每日做点吃时,日子过得相当自在。 婉娘,我与你说的那是你怎么想的? 你王大哥不嫌弃,你是寡妇,也不在乎你脸上的胎记,觉得你是能过日子的踏实人。 婉子,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不能生育,还是不要害了王大哥的好。 这条巷子里的人家,心眼都好,就是爱操心了些。 他家那不是有一个吗? 隔壁的臣婶子继续劝我道,我问过王权的意思,他说有一个孩子就够了。 我将手里的东西放下,叹了口气,婶子,你也是女子,定然知道女子不容易。 王大哥现在是不嫌弃我,以后呢? 谁家不是多子多福,就王家孤苗一个,王大哥心里能不难受? 王权可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那王婶子呢? 哎,听到这,陈婶子也跟着叹了口气,你这? 哎,现在倒也罢,老了该如何。 我很感激陈婶子替我操心,但是我老了。 我能不能活到老都是未知数,这副身子早就让汤要折磨坏了。 这日我又如往常一样,将刚出锅的吃屎摆出来,看到巷口停了一辆马车。 我没有来的心下一斗,这个条巷子没什么有钱人家,马车也从来不会出现在这。 很快,马车走了,好像只是在这短暂地停留一下。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很是不舒服。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当机立断,此地不宜久留,立刻收拾东西。 刚打开后门,就见到巷子一身轻衣站在门外。 又去哪儿? 去我想去的地方,反正不是京城,更不是王府。 我没想到他真能找我找到这个地方。 他走过来,抬手摸我的脸,还不错,知道保护自己。 我趴得打开他的手,不劳你费心。 到底是翅膀硬了,他笑道,连我也敢打。 敢打,要不是杀了他太麻烦,我绝对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感。 嗯,看样子不光想打我,生吃了我的心也有了。 巷子还在笑,我觉得他是有点毛病,瞪着他。 他过来接我的包袱,表情有点委屈,自从你上次离开,我也不能寐,总担心你在外面出事。 我看着他这副神情,我觉得好好笑,反问道, 巷子,您担心我在外面出事,为什么不担心我在王府里出事呢? 这么多年,我在府中过得战战兢兢,人人都能欺我如我。 我以为我报仇了,那些就过去了,没想到此时此刻所有的委屈还是涌上心头。 我指着他,有些哽咽。 我躺在地上等死的时候,你不担心。 我被王妃打了几十个巴掌的时候,你不担心。 现在,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过上了平静的日子,你开始担心了。 哈哈哈哈哈哈,真是好笑,天大的笑话。 轻轻,我。 他一叫我毕青,我更是烦躁,滚。 我才不是什么毕青。 听到这个名字,就让我觉得恶心,让我想起在王府里受的屈辱。 我忍住掉眼泪的冲动,冷静地看着他,嘴里吐出的话,一句比一句伤人。 看见你,我也恶心。 你以为你是柿子,你和我上床我就要感恩戴德吗? 凭什么? 我告诉你,和你每一次上床,我都想吐。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不知道哪句话刺激了他,他眼底泛红,有些不正常。 你是我的,我说过了,你是我的,必须和我走。 我不是你的,我不是任何人的,我怒吼回去。 他摇头,双目赤红,就算你把卖身器拿回去,只要我一句话,不管你是人还是鬼, 你这辈子只能是我李文昭的女人。 他闭了闭眼,吩咐藏在暗处的侍卫,道,带他回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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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听笑了。 好啊,既然是鬼也是你的,那你就带鬼回去吧。 我抽出包里的剪刀,毫不犹豫地朝自己的胸口扎了进去。 红色的鲜血喷涌而出,我笑得更开心了。 原来剪刀扎进胸口,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痛。 早知道是这样。 我应该直接拿刀,和他们拼了。 仇事爆了,但不是自己动手的,总觉得有点不爽呢。 下辈子吧,下辈子自己动手。 不对,没有下辈子,下辈子我再也不要遇见他们。 仇事恍乱地冲上来,捂住我的伤口,疯狂地叫我的名字。 碧青,呵,我才不是什么碧青,什么狗屁。 有点痛,我皱着眉睁开眼睛,看着陌生的地方,一愣,我不是死了吗? 难道是介事还魂? 啊,胸口好痛,我低头看见了熟悉的身体。 原来我没死,我竟然没死。 进来的小丫头看到床榻上的我睁着眼睛,惊喜高声呼喊道,姑娘醒了,姑娘醒了。 隔壁冲进来一个胡子拉叉的男人,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是往日最风流倜傥,名贯京城的柿子。 真是好笑,这时候又来演什么深情,我不想看见她,滚。 你过来,我就再自尽一次。 好,好,她停住脚步,我不过去,我不过去。 我实在不想看见她,将头转过去,闭上眼睛。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但我知道她经常躲在暗处看我。 我的耳朵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 下次可别对自己这么狠了,再深一点。 神仙来了,也就不回你。 宋大夫是将我拉回鬼门关的神医。 我点点头,人若不是被逼到绝境,又怎么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能怎么办? 她可是世子啊,皇亲国妻。 她想要发疯,我不来个狠地把她吓回去,那我这辈子依旧要活在她的摆布之下。 我受够了。 姑娘长期喝碧子汤,对生育功能有碍,若是及时治疗,还有恢复的可能。 如果需要,姑娘只管开口,老朽这就开方子。 我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给宋大夫跪下。 宋大夫一惊,连忙去扶我,这可时步的。 我按住宋大夫,没什么时步的,我这膝盖早就跪烂了。 什么烂得臭的我都跪过,更何况宋大夫,这一跪我真心实意, 您救了我的性命,我是该跪的。 只是我还有一件事求您,求您给我开一服绝育药吧。 我害怕,害怕世子知道,我不敢想象它知道后会发生什么。 如果我有了孩子,那就是我一辈子的软肋。 我要不起啊。 宋大夫是个通透人,他叹了口气,我这要喝了可就没有回头路。 宋大夫放心,我不走回头路。 来路太苦,回不了一点。 喝了宋大夫的壁子汤。 我整个人精神都好了很多,看到世子也没那么碍眼, 他最近倒是挺低调的,只是偶尔来,没有天天在我面前晃悠。 一个月后,我的伤势已经大好,立即决定离开这里。 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后福也该来了。 当年家中遭灾,父亲死在洪水中,我与母亲带着弟弟逃难。 途中母亲染病去世,只留下我和弟弟。 逃难的路上哪有吃食,弟弟将好不容易捡来的果子给我, 自己喝了生水,染上疾病高烧不退,为了救弟弟, 我才自卖身,将他托付给医馆的人。 我被人牙辗辗转卖到京城,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道弟弟如何了。 之前害怕被他们找到,我那时只能心中盘算过个两三年风头全过, 再去打探弟弟的下落。 现在也不怕了,反正他已经知道了。 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他堵在门口。 我看着他,柿子,别白费力气了,如果我是你,就立刻王府和柿子妃好好过日子。 轻,他条件反射地叫了我名字,又想起什么,咽了回去,我根本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你。 我呸,我听得怒火中烧,蹭得一下站起来,你喜欢我,你根本谁都不喜欢。 你最喜欢的是你自己。 柿子妃又做错了什么,大婚之夜,夫君为了另一个女人乘风乘魔,现在又被抛弃在家。 我自己呢,更是好笑,这种喜欢我要不起。 他不知道怎么了,疯狂地咳嗽起来,藏在他身边伺候的太监,吓得冲过来,扶住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 王爷,您吃药。 姑娘,自从您走后,王爷便患上了急症,您少说两句,太监过来劝我。 患病是怪我吗?这是他自己自找的。 婉娘,他叫住我,又让下人们离开,我与他是利益交换,我成亲是为了成为王爷,他是为了逃离。 把你送去庄子只是一时之计,搪塞我母亲的。 我当时想着,只要我成为王爷,我就立刻接你回府。 事情真是好笑,我回过头,很无语。 你是不是觉得我听了这些话,就会痛哭流涕,说我错怪了你。 和你回去,继续回到那个深渊里,养你鼻息活一辈子,别感动自己了。 婉娘,你就这么恨我,她不停地咳嗽,捂着胸口。 恨她?都说清了。 我冷笑,我是想杀了你。 我在王府里遭受的一切,她才是罪魁祸首,永远高高在上。 看着底下的人为她斗得满手鲜血,那为什么不动手? 我痴笑,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因为你是世子啊,皇亲国妻。 不过若是知道有这一天,我就应该一把烧了王府。 喜欢我,天地下最大的笑话,你喜欢的只是那个永远在讨好你的毕青罢了。 我把她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她还不让我走。 身边的看护多了一辈,不管我去哪都有人陪着。 我的意志有些消沉,不管我怎么做,做什么,都摆脱不了。 姑娘还是想清楚点,这就是命来劝我的嬷嬷道,那可是王爷,嫁给王爷。 我抬手将桌上的东西全都扫在地上,嬷嬷想要嫁,我这就替你说。 一屋子的人都不敢晋升,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疯子。 疯子好啊,疯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待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想过去死,但是我又不服,我什么都没做错,凭什么还是我去死。 他们让我吃饭,我吃不下,饭有什么好吃的。 已经两天滴水未尽了,赶紧禀告王爷,出了什么事,咱们可担待不起。 碧青姐姐,一个耳熟的声音突然响起,我懒洋洋转过脸。 是许久未见的勺药,王爷让奴婢过来伺候您。 伺候我,何德何能啊? 勺药笑道,姑娘说笑了,她走过来,扶我起身,今日过来,奴婢瞧着外头有一家糕点不错,做主买了点带了回来,可要尝尝。 我不想吃,但也没拒绝。 有时候,我连话都不想说,他们爱怎么就怎样。 勺药打开盒子,我看着盒子里的糕点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地拿起一块尝了一口,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味道。 姑娘,这糕点味道不错吧? 我哽咽着点点头,死死拽住勺药的手腕,将眼泪憋了回去。 世子派来的人一直看着我,我不能暴露。 是不错,明日再买些,我压抑住心底的激动,说道。 勺药点点头,好。 到了晚上,终于找到机会,勺药才和我说清楚,是我弟弟找来了。 弟弟治好病后找不到我,也无处可去,被人捡走,去跑了商船。 这些年攒了不少银子,四处打听才知道我被王府买走。 便来找我。 狮子知道吗? 不曾,也恰巧有缘。 我那日偶然得了机会出门,见到他徘徊在后门,长得又和姐姐有几分相似。 上前问了一嘴,这可真是老天保佑,我心中感恩。 这么多年,老天爷还是眷顾了我一次。 有了勺药,我成功地和弟弟取得了联系。 精神也好了起来,对狮子的态度也好了不少。 他以为我想通了,对我的看守也放松了些,却不知道我整日盘算着怎么逃出去。 京城不是出逃的好地方,他和大海离得太远了。 写得可真有意思,我还从未看过大海。 一日,我放下手中的游记,突然感叹道,他抱着我,笑意盈盈,那我们去。 他好像在扮演什么深爱我的角色,一口答应。 我很开心,亲了他一下,你爱演,那我就陪着你演。 一望无际的大海,好漂亮,好宽广,我的心情都好了起来。 很喜欢,非常喜欢,我笑道。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那以后我们常来。 好啊,我满口答应,骗人又怎样? 我不光要骗人,还要放火杀人。 熊熊烈火很快燃烧起来,所有人都忙着救火,就还在烈火里的王爷。 我带着勺药上了早就等在外头的马车上,奔向了马头,奔向了属于我的自由。 故事二 萧姐姐,你真要与我兄长解除婚约啊? 她只是把那刘家姑娘当作你罢了。 你没发现刘家姑娘眉宇间与你有几分相似吗? 你才是兄长的白月光啊。 女子苦口婆心地劝姐在耳边喋喋不休,萧宁儿喝着花茶,气定神贤。 你若执意要当齐旭之的说客,你我姐妹也没得做。 来人是齐旭之的堂妹齐柳儿,与萧宁儿相差一岁,由于两家长辈亲近的关系,两人自小就是闺中密友。 齐柳儿一听萧宁儿这话,脸都白了,小嘴也拾去地闭上。 前两日,萧宁儿念及婚事将近,心血来潮,想到夜市去逛一逛,买些小物件送齐旭之作礼物。 这一去,就好巧不巧,撞见齐旭之与一位姑娘同游江边。 那姑娘郁郁还羞,两人还抱在了一起,不用想也知道是什么情况。 当下萧宁儿就冲了上去,质问齐旭之,你与她是怎么回事? 齐旭之没想到会遇上萧宁儿,神色极其慌张,却还是嘴硬。 刘家姑娘脚崴了,我不过就是扶了她一把。 刘家姑娘却不认她的话,直言不讳,我与齐郎已经私定终身, 萧姑娘只不过是占了她未婚妻的名号罢了。 萧宁儿冷笑,如此说来。 还是我耽误了你们了。 齐旭之脸红脖子粗,宁儿别听她胡言,我与她只是玩玩而已。 一句话,伤了两个女人的心。 刘家姑娘和齐旭之吵了起来,齐旭之,你这是什么意思? 齐旭之冷脸,我与宁儿下个月就要成婚了, 今日约你出来,本就是打算与你断了。 刘家姑娘如遭五雷轰顶,失了神采,拉着齐旭之,哭着哀求, 你说过只爱我一人的,我身子都给了你了,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别胡言,齐旭之不肯认,一直与她拉扯。 萧宁儿没想到齐旭之是这种人,成婚前看清她,也算是老天垂怜, 当即就打了齐旭之一巴掌,到下个月的婚事,取消。 齐旭之被萧宁儿打了,自尊心受损,眼见着她走远,也没追上去。 等第二日,萧家人到齐家说退亲的事,齐旭之才开始急了。 她想见萧宁儿,每一次都被拒之门外, 只能厚着脸皮去求自家堂妹齐柳儿。 齐柳儿本是不愿意的。 但齐旭之对她动之以情,小之以礼,一番推心致富, 又主动认错,说自己的真爱是萧宁儿。 终究碍于那点血亲,齐柳儿这才答应帮她做一回说客。 如今说客做不成了,齐柳儿立即倒戈,怒骂齐旭之。 兄长真是糊涂,都有萧姐姐这个正品了, 还要去寻什么次品? 莫要再提她了,我与她的婚事是一定要取消的。 萧宁儿挑眉,语气很是坚定。 等过两日,把两家的长辈教权做个见证, 将退婚书签了,就互不相干了。 很快就到了退亲当日,齐柳之在长辈面前上演了一波深情戏码, 但到底已是无可挽回。 退亲后,齐柳之后悔不已,跪在萧家门口, 祈求原谅,宁儿,我真的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换来萧宁儿一记白眼,关门放狗,将齐柳之驱赶。 不久,全镇的人都知道了, 齐柳之和萧宁儿退亲后,被狗追着咬,狼狈不堪。 齐家觉得齐柳之丢人现眼,罚他关禁闭。 萧宁儿听闻这个消息,笑得花枝乱颤, 以前怎么没发觉,他竟还有唱戏的天分呢。 萧母,你呀,齐家这门亲事退了, 可你也到年岁了,住一些形象,物色个好人家。 我又不愁嫁。 萧宁儿捧着自己的俏脸,挑眉得意。 萧母无奈,瞧上你的人是多, 但大部分都是想让你去他府上做妾的。 要说正经人还真没几个。 萧宁儿秀眉一皱,叹气,都怪女儿长得过于美艳, 竟吸引些有歪心思的男子了。 哪有你这般自夸的人? 萧母叹气,继续道, 对了,昨日夜里, 你爹说现太爷的小儿子已到了婚嫁年岁, 想上门提亲,约了今日傍晚与你相看。 什么? 萧宁儿惊了, 哪有这样临时通知的呀? 萧母苦口婆心, 你们从前也是见过一面的, 那会儿她还没长开, 瘦得跟猴子似的, 如今长了几岁, 听说前两年跟着她家舅舅去军中历练了, 如今身子健硕, 倒也是一表人才。 是那将临。 萧宁儿眨巴着眼, 想起了小时候, 她在街上被一个小子给拦了路, 还被抢走了唐葫芦。 小子很是无赖, 非得她答应长大了给她做媳妇, 才肯放她走。 她一怒之下, 骂她猴子惊。 骂完就嚎啕大哭, 喊来爹娘做主, 这才知道了她是县太爷的小儿子。 县太爷看着粉雕玉琢的小女娃, 当时就说, 缘分啊, 要不就答应了我家江临, 让萧丫头给我做儿媳妇吧。 我爹黑了脸, 搬出和其家的婚约, 县太爷这才作罢, 摇头说可惜。 萧宁儿从回忆里抽离, 猛摇头, 我不要去和江临相看, 打死我也不去。 萧母面无表情, 已经答应了, 不去也得去。 你爹见过江临了, 对他很是夸赞, 萧宁儿没了办法。 快到约定时间时, 萧宁儿只能半推半就, 被驾着上了江家来接人的马车。 地点定在另一条街的茶楼。 马车行到一半, 突然停了下来, 江家的丫鬟掀开车帘, 安抚道, 姑娘莫慌, 是有人拦了马车。 萧宁儿好奇, 谁人拦的马车。 她话音刚落, 前面去传来一道楚楚可怜的女音, 萧姑娘, 求你随我一起去看看奇狼吧, 她为了你, 都要闹自尽了。 萧宁儿这下知道是谁了, 可不就是与奇旭之私定终身的刘家姑娘吗? 萧宁儿对丫鬟说了几句话。 丫鬟传话, 姑娘说了, 她与奇旭之已经解除婚约, 奇旭之要死还是要活, 都与她无关。 刘家姑娘哭诉, 萧姑娘的心当真是狠啊, 她爱的人始终是你, 你却能如此轻易地抛弃她。 不像我, 即便知道她与我在一起, 只因为我眉宇间与萧姑娘相像, 也不会抛弃她。 萧宁儿翻了个白眼, 对丫鬟说, 跟她说, 我忍不了男子三心二意是我的事, 她乐意当别人的玩物是她的事, 我和她不是一类人, 可莫要拉我一起做比较。 脏了我名声。 丫鬟加大了嗓门, 将萧宁儿的话, 一字一句地说了出去。 刘家姑娘脸色煞白, 跌坐在地。 周围的看客开始对她指着点点, 那奇旭之有什么好的。 刘家姑娘怎么就识人不清呢? 真是活久见, 第一次遇到女人替男人向未婚妻求情的。 不, 是前未婚妻。 刘家姑娘崩溃大喊, 走开啊, 你们懂什么? 七郎说了, 只要我帮她挽回了萧宁儿, 她就不与我分开, 把我那入府中做平妻, 与萧宁儿平起平坐, 无分大小。 路人甲, 还做那白日梦呢? 别说平妻实际为妾了, 就是萧姑娘也不可能再要齐续之。 路人蚁, 别哭哭啼啼的了, 在街上就闹, 只会给你刘家丢人。 她这话刚说完, 刘家人就杀来了, 骂骂咧咧地将她拖走。 她实在疯得很, 即便被拉走, 也是挣扎得厉害, 一口一个求萧宁儿原谅齐续之。 我就说今日不宜出门吧。 萧宁儿嘟囔, 直觉晦气得很。 江家的丫鬟笑了笑, 赶忙圆场, 瞧刘家姑娘那架势, 必定守在这路上好些时日了, 无论姑娘你何时出来, 怕是都要经她这一遭。 萧宁儿心想也是, 摆了摆手, 道, 走吧。 耽误了一会儿, 你家江小公子该生气了。 丫鬟道, 不会的, 今日之所以约了傍晚, 是因为小公子要帮老爷办点事, 估摸着也会晚到一些。 海望姑娘, 您别生气才好。 萧宁儿调笑, 这样啊, 我还以为江小公子如此有情调, 喜爱晚霞呢。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很快就到了约定的茶楼, 进了包厢之后, 里面空空荡荡, 人果真还没到, 丫鬟坐得周到, 立马去吩咐店小二, 把点好的菜献上了。 又对萧宁儿道, 小公子早吩咐过了, 等姑娘一道就上菜, 她无所谓, 别让姑娘饿着肚子等她才好。 人家都这样说了, 萧宁儿也不客气, 见菜来了, 直接就动筷子, 吃着吃着就觉得不对劲, 试探地道, 倒是巧了, 你家小公子的口味, 与我的蛮相似, 这一桌子菜, 都是我爱吃的。 丫鬟帮她加了茶水, 笑颜, 这可不是巧合, 小公子特意跟萧家长辈 讨了姑娘喜爱的菜谱。 萧宁儿一愣, 心中某种情绪突然蠢蠢欲动, 感觉怪怪的。 她竟还有这份心? 倒是体贴。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几声急切的脚步声, 萧宁儿心中一紧, 直觉是将临来了。 果不其然, 包厢的门开了, 一个穿着金边银花黑袍的男子出现。 押换恭敬的行礼, 喊了句小公子。 萧宁儿握着筷子, 瞧着眼前的俊俏儿郎, 犹如雕塑一般, 一动不动。 将临当真如萧母所言, 外貌变化极大, 那高挺的鼻梁, 刀削斑的脸庞, 双目炯炯有神, 身材也是一等一的挺拔。 估摸着, 她站起来, 应该直到她肩膀处吧。 这哪里还是小时候那个 抢她糖葫芦的小猴精啊? 我长得很吓人吗? 怎么还呆住了? 江林走到萧宁儿面前, 有些紧张。 萧宁儿比小时候长得更讨人喜爱了。 萧宁儿脸一热, 羞涩地低头, 莫名心跳加速。 梅就是许久未见, 你不似从前的你了。 江林一笑, 坐在她对面, 认真问, 那你可喜欢现在的我。 这么直接的吗? 萧宁儿傻眼了, 瞟了一眼身旁的丫鬟, 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 丫鬟很是自觉, 微微欠身, 退了出去。 等包间里只剩两人了, 萧宁儿好像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低着头吃菜, 装没听见她的话。 江林却不放过她, 直接道, 听闻你和齐续之退了亲, 我很是高兴, 连夜就从舅舅的军中回来, 让我爹去寻你爹商议亲事。 从前你已经拒绝过我一次了,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拒绝了。 她霸道地说道, 萧宁儿下意识就反驳, 凭什么不能拒绝? 说完, 她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江林着急, 你为何拒绝我? 小时候你嫌弃我像之侯般经兽, 我每日每夜坚持锻炼, 还随舅舅去军中历练, 只为了改变自己的样貌。 若你没跟齐续之退亲, 你倒是可以拒绝我, 可如今你已经没了婚约。 萧宁儿嘴快, 道, 我可不接受未来夫君有除了我之外的人。 江林一愣, 很是坚定, 我又不是齐续之, 我在外洁身自好, 在内也无通房。 你嫁给我, 以后我也绝不内窃。 当真, 萧宁儿从前没考虑过这些, 是经历了齐续之的事情, 才知道自己根本接受不了与人共事一夫。 江林竖起三根手指, 发起了毒誓, 若骗你, 我天打五雷轰。 萧宁儿看了江林几眼, 想了想, 也不是不可以给彼此一个机会。 于是, 他道,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江林摇头, 不行, 我得赶紧到你家提亲, 速速把你娶回家。 萧宁儿咋舌, 非得如此着急吗? 嗯, 非得。 江林目光坚定, 没人会去拒绝一个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人。 萧宁儿心有触动, 却还是犹豫, 可是万一我们并不合适。 江林, 不会的, 你信我。 犀利糊涂的, 萧宁儿就被江林说服, 等回了家中, 他有些懊恼, 就不该如此草率地答应。 萧母笑话他, 也不知是谁一开始那么抗拒, 结果当场就被人忽悠了去。 娘, 我还是不是宁亲闺女。 萧宁儿羞怯, 捂着脸不好意思。 萧母哈哈笑, 你呀, 迟早都是要嫁人的, 我瞧江林确实不错, 无论她对你说的那些话往后会不会食言, 至少现在看起来, 她是最好的选择。 有了萧母的宽慰, 萧宁儿的心安宁了不少。 她其实很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家, 做一个贤妻良母, 和夫君朝夕相伴, 赞生一对儿女, 过安稳而温馨的小日子。 她爹娘就是, 虽然家里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一家人相亲相爱, 很是和睦。 这样想着, 她越来越期待和江林成婚。 第二日, 江家就带着媒婆上门提亲, 两家长辈相谈甚欢, 很快就将婚期确定在下月初六。 萧宁儿掰着手指, 今日就是二十一, 那岂不是距离婚期不足半个月了? 她在紧张中度日, 在某一日午后, 萧府又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齐旭之得知萧宁儿要嫁县太爷的小儿子江林, 以死相低解了禁足, 跑到萧家哭喊, 宁儿, 我真知错了, 没了你, 你让我往后怎么活呀? 萧母又要放狗咬她, 结果她这回很是硬气, 就是咬死我, 我也不走。 她呀, 就是想三妻四妾, 才会明知道有婚约在身, 还招惹上刘家姑娘。 说什么爱我, 都是唬人玩的罢了。 萧宁儿把她看得透透的, 她躺在美人榻上, 一动不动, 她要哭要跪, 让她跪好了, 反正我是不会去见她的。 于是乎, 萧家人也不管其绪之了, 就让她在门口丢人现眼。 其家长辈来过, 却没脸跟萧家求原谅, 数落了其绪之一顿, 实在丢不起那人, 甩袖走了。 其绪之这回也是意志力够强, 足足跪了一个时辰, 还不走。 最后, 江陵听了风声, 带着人来萧家, 把人给一棍子敲晕, 丢回了其家, 并警告, 再有下一次, 可不止一棍子的事。 很快到了婚期, 一切都很顺利。 萧宁儿坐上了大红花轿, 成了镇上最美的新娘子, 在敲锣打鼓声中, 嫁进了江家。 江老爷虽是县官, 但丝毫没有官嫁子, 江家夫人也和蔼可亲, 但萧宁儿很是喜爱。 萧宁儿每天都过得嘻嘻哈哈, 不要太欢乐。 反观其家, 那日齐旭之被江陵的人打晕, 送回其家后, 齐老爷怕得罪献太爷, 就很下了心肠。 等齐旭之醒了, 直接道, 若你在执迷不悟, 就别做齐家之子, 你我脱离父子关系。 齐老爷可不是说说而已, 毫不含糊, 直接将族谱都摆了上来, 要齐旭之做决定。 齐旭之可没那勇气脱离其家, 只能颓丧地妥协, 承诺再也不去打扰萧宁儿。 而对于刘家姑娘, 碰巧诊出了身孕, 其家长辈做了决定, 与刘家结亲, 为两人匆匆办了婚事。 刘家姑娘很是高兴, 可齐旭之却把一切过错 归结在她身上, 起初是对她不理不睬, 后来是直接留宿烟花之地, 每次都醉醺醺回家。 有一次, 刘家姑娘实在忍不下去, 就怒骂齐旭之无能, 还道, 像你这样的男人, 活该娶不到心爱之人。 齐旭之怒了, 对刘家姑娘动了手, 把人打到流产。 失去孩子的刘家姑娘, 彻底心寒, 觉得自己的人生无望, 起了一了百了的心思。 于是, 她谋划许久, 在齐旭之来她屋里用膳时, 找着机会, 在饭菜里下了毒。 两人双双毒发, 大夫赶到时, 回天乏术。 听到丫鬟讲述关于齐家的事之时, 萧宁儿正窝在江林的怀里, 吃着江林未来的葡萄, 惬意得很。 萧宁儿点评, 笔画本子还精彩, 只是可惜了刘家姑娘, 被齐旭之残害致辞。 江林不认可, 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都是她自己的选择罢了。 萧宁儿抬起头, 对江林笑, 希望我没选错。 江林捧着她的脑袋, 在她嘴角亲了亲, 认真极了, 错不了。 傍晚的霞光金灿灿的, 如他们相看那日一样, 璀璨夺目, 两人抱在一起, 岁月静好。